为先人台关竟也有阴阳讲究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里面 晒出了农村的一个画面 引起了诸多网友的争议 据这个网友所说 这一次他拍摄的是农村里面的台关人 简而言之就是农村的某一家 如果有人去世以后 就需要请这些人帮忙把棺材抬到墓地去进行埋葬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比较提倡火葬 但仍然有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认为 土葬才能够让人落叶归根 而火葬只会让人的魂魄不安 抱着这样迷信的想法 台关人自然也成为了农村里面的乡魄 因为能够做这种工作的人也有着很多的讲究 从被拍摄的这几个台关人的外形来看 大多都已经是年近50以上的老头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被邀请来 主要是在各地比较德高望重 在这里他们能够压住所谓的邪气 而且越有钱的人家找的台关人数可能就会越多一点 至少要16个人以上才能够抬起棺材将人下葬到墓地 找的人越多 就说明这家人在当地越有威信 虽然在我国的古画里面是8个人台关 但是以现在人的身体素质来看 想要将一个石心木的棺材稳稳当当地抬起来 里面还要装一个死人 着实有一些不容易 所以数量上才会翻倍 据说有的人家还会请32个人过来给自己一起抬同一个棺材 不过无论怎样 请人数量上一定要是双数才行 除了爆料人所说的这一点以外 台关人还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那就是在找人的时候必须只能找男人 不能找女人 因为对于很多比较迷信的人家来说 男人身上的阳气比较重 在抬着棺材过去的时候不容易被英明直接抓走 但如果是女子的话 身上全都是阴气 再碰到死人身上的那种气息 就会结成所谓的院领 虽然这种说法的确是非常的封建迷信 可这农村的一些地区却比较相信这些东西 在非常偏远的地方 女人甚至都不能够去葬礼的现场 认为他们出现在那里就会将大把的阴气带到灵堂之上 对死人和其他过来吊咽的人都是一种不尊敬 除此之外 大部分农村地方的台关人 都是由专门的团队来进行运作 他们大多都成群结队 哪一家人在去世以后 就可以直接联系他们这个队伍的队长 队长会根据他们这些台关人所在的地点和时间来进行安排 如果这个人家的要求比较高的话 还很有可能会先对一下他们的生辰八字 比较合适才会邀请他们一起过去 如果死者的体重本来就要偏胖一点的话 那么叫过来的人可能还会稍微再多上一点 这些台关人每一次的出场费只有几百块钱 可干的却是真正的体力活 在干完以后 他们还能够跟着死者的家人坐在这里吃一顿鞋 然后再离开 从某个程度上来说 也算得上是让人敬畏的一种工作 毕竟他们在送死者最后一程 各位网友你们是如何看农村台关人的吗